今天我們講講Heron formula Heron formula是用來找一個三角形的面積 只要題目給了三條邊長 分別是A、B和C 就可以直接用這三條邊長計算到三角形的面積 面積公式是S乘S-A乘S-B乘S-C再開方 S是什麼呢?就是三角形周界的一半 即是A加B加C除2 至於怎樣來的顏色 證明就會在影片下半部解說 我們現在先嘗試使用這條方法 有三角形ABC AB長3CM BC長4CM AC長5CM 找回三角形ABC的面積 當然你可以看到這三條邊其實就是形成一個直角三角形 你就知道這個三角形的面積就是3乘4除2 即是6 但有時它未必會給你一個直角三角形 它只是給你三角邊 在這個情況下你可以怎樣計算這個三角形的面積呢? 做回你的公式 先計算周界的一半 3加4加5除2 即是6 然後用Heron's formula 面積就是 S即是6 6乘6-3 6-4 乘6-5 這條公式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任何三角形都可以用這條公式去計算面積出來 只要你知道這三條邊長是多少就可以了 不一定是直角三角形的 第二條例子 三角形ABC裡面 AB長3CM BC長4CM AC長7CM 找回這個三角形ABC的面積 如果你夠冷靜的話 你會留意到 AB加BC的長度等於AC的長度 你會發覺其實這三條邊長是不能夠形成一個三角形的 因為根據triangle inequality 三角形其中兩條邊加起來一定會比第三條邊長 但這次你會發覺其中兩條邊加起來等於第三條邊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其實是不能夠形成一個三角形的 那如果我直接用Heron's formula會發生什麼事呢? 首先計了周界的一半 即是3加4加7除2 即是7 然後用Heron's formula計算面積 就是7乘7-3乘7-4乘7-7 然後再整個開方 這麼多CM square 這四個數字成出來 其實就是0CM square 你會發覺到 就算他給的資料 是形成不了三角形也好 你用Heron's formula計算出來 他都會給到一些相對應的資訊 例如如果你這三角形不給了三條邊長 分別是3、4和7 你用Heron's formula計算出來 發覺面積是等於0 是不合理的 所以用Heron's formula計算三個人面積 其實有另一個功能 就是幫你檢視一下那些數字 是否合理 這條 回到Altative of Triangle ABC from B 即是甚麼呢 Altative這個字 你可以把它當成height 高度 即是由B 滑到AC的垂直距離 紅色這個虛線的長度 就是我們要找的了 通常考慮三個人的高度 我們可以由面積入手 首先找這個三個人面積 先用Heron's formula 我們就可以計算到 他的面積就是30開方2 然後我們就把三角形的面積 是底乘高除2這個公式 切方程式 底是10 高是h 底乘高除2 就等於這個三個人面積 30開方2 所以h就是6開方2 也就是混由B 去到AC的垂直距離 也就是最短距離 就是六成開方2 下一條 在這個三個人ABC裡面 AB長7 BC長8 AC長9 Find the radius of inscribed circle of triangle 什麼意思呢 首先我們畫一個三角形ABC出來 它們的邊長分別是7 8 和9 什麼叫inscribed circle呢 就是在三角形裡面的一個圓形 而這個圓形剛剛好碰住這三條邊 我加持這三點分別叫做P Q 和R O 就是這個圓形的圓心 紅色這個圓形我們有個名稱的叫做in circle 至於這個圓的圓心我們就叫做in center of triangle ABC 中文叫做內心 叫做中文叫做內心 他要找的半徑就是藍色這個R 就是這個圓形的半徑 它要找的半徑就是藍色的這個R 在這裏有一個的知識你要知道的 在這裡有一個知識你要知道的 就是這個inscribed circle的半徑 會與三個人的邊長會互相淳直 因為這三條邊其實就是這個圓形的tangent 我們有那個知識就是tangent curve and declutter to radius 所以這三隻角分別都是90度的 我們如何找回這個圓的半徑呢? 我們就把它這樣解開三分 這個大三角形abc就會分成oab,oboyce,oac 我們就解設這個inscribe circle的radius是r 我們用Heron formula找回這個大三角形abc的面積 找到12開方5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把這個大三角形abc斬成三分 就是找回oab加obc加oac的面積 oab的面積就是7乘r除2 ab長7 r就是高 底乘高除2 就是oab的面積 8r除2是什麼呢? 底bc是8 高度就是r 底乘高除2 就是obc的面積 9r除2是什麼呢? 就是ac長9 做底 r就是高度 底乘高除2 就是oac的面積 這三個小三角形abc的面積加上就是整個大三角形abc的面積 所以我們有方程式 r就可以算出來了 r就是開方5 這個技巧是非常常見的 請大家留意 好 到這一條 現在一個三角形abc a.be.cf 是這三角形abc的三條auditive 就是高度 也就是說 這三條線是會垂直那些邊長的 現在ad長40 be長56 cf長70 要你找回這三角形abc的面積 這次麻煩他沒有給你邊長 他只是給了三條auditive 所以 你就要去解決這三條邊長分別 世界a 世界b 世界c 各a對於邊就叫世界a 各b對於邊就叫世界b 各c對於邊就是世界c 面積 底乘高除2這個公式 就是40乘A除2 bc是40 b是A ad是40 底乘高除2 56b除2是什麼呢? be是56 ac就是b除2 至於70除2乘C是什麼呢? 底是c 高是70 底乘高除2 底乘高除2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變成 A over 7 等於b over 5 等於c over 4 其實不會太難的 你只要把40和2約選變成20 50 56和2約選變成28 70和2約選變成35 然後找回20 28和35的lcm 1約選 A除7 等於b除5 等於c除4 為了什麼呢? 即是a佔7分 by佔5分 c佔4分 我們就可以解決 a是7k b是5k c是4k 當然這裏 k是positive 因為是長度 我們就可以用Heroe formula 將這三角形 in terms of k 去表示 因為 這三角形的三列編長 是7k 5k 和4k 我們找了周界的一半 就是8k 然後用Heroe formula 計算到 面積就是 開方96乘k的4次方 這只是簡單的運算 開方96可以變成4乘開方6 你將96除16 就變成6 16開方 就變成4 所以可以寫出來 6是開不到方的 所以留在開方根裡面 k的4次方 再開方 即是變成k的2次方 出來開方根 這個 就是用Heroe formula 找出來的面積 但另一方面 我們也知道 底乘高除2 也都在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所以我們就用方程式 40乘A除2 等於4 開方6乘k a 就是7k 所以 你有一條 equation 就是variable k 140 等於4 乘開方6 k 由於 k 是positive 即是 k 不等於0 所以兩邊 約一個k 是可以的 140 等於4乘開方6 一個k 所以兩邊 除4乘開方6 就會得到k 等於35 over 開方6 幾乘開方6 既然知道k 是多少 我們就可以計算 面積 面積 就是4乘開方6 再乘回k 2 就是35 over開方6 經過化減 就變成2450 乘開方6 over3 接著我們就看看 這個Heroe formula 是如何證明 證明由於比較繁複 所以在公開試 一般都不會要你去做證明出來 我這裡提起一點知識 第一 就是在一個直角三角 我們去計算 sine cos 譬如我知道cosc 是3over5 我要計算sine c 通常我們的技巧 就是畫直角三角出來 然後計算第三條邊 再用sine c 就是對邊 除斜邊 這個技術 就提醒你 第二個我要recall的 就是area formula 就是我要找這個三個人面積 就是二分一 成兩條邊 再成sine那隻的格格 第三個要recall的就是cos rule 就是如果我給了三條邊 cos anglec就是a2加b2 減對面這條邊的c2 除2ab 知道這三個人面積之後 我們就開始證明了 我們知道這三個人面積就是二分一 就是ab sizec 而用cos rule 我們知道cosc就是a2加b2 減c2次 over2ab 我要證明 其實這三個人面積就可以寫成這樣 首先 既然cosc就是a2加b2 減c2 除2ab 那sizec是多少呢 我們畫一個直角的三個人出來 輪邊就是a2加b2減c2 斜邊就是2ab 用不時定理 對方便是2ab2 就好 就是2ab2 減2a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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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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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的二次,減綠色的二次 所以變成紅色加綠色 變成紅色減綠色 接著你再留意 第一個括號裡面 ab加a²加b² 其實就變成a加b² 而後面 整個負進去變成負a² 減b² 再加兩個ab 就是負a-b² 為何這裡是正c² 因為負就得正 而去到這一步 你會看到新的different of 2² 就是這兩塊 藍色的二次減紫色的二次 所以又可以用回多一次 頭加尾 頭減尾 這個技術 裡面是a加b加c 成為a加b 減c 後面中括號就變成c a加b c加a減b 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把s 是a加b加c over2 兩個s就是a加b加c 這就是我們上一頁 做到的結果 我們要怎樣把s引進去呢 這裏a加b加c就是兩個s 這裏a加b減c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加一個c 減兩個c 第三個括號本身是減b的 我們要加一個b 減兩個b 最後這個括號本身是減a的 我們就加一個a減兩個a 就是這樣我們可以引入a加b加c 就是2s 再回到去 就變成4乘開方 s乘回s減c 乘回s減b 乘回s減a 那是4點 2 這裏 第2個括號又乘2 第3個括號又乘2 第4個括號又乘2 即是開方根裏面有4個2乘 以及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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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即是16 開方16 即是4 好了 sinec 其實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條邊 4乘開方s 乘s-a 乘s-b 乘s-c 再除斜邊 而ab 記住我們剛才一路做的事 都只是在化開方根裏面 接著我們就要再去計算這個三個人的面積 面積是多少 2分1ab sinec 所以就是2分1乘ab 再乘剛才我們所計算的sinec ab這兩個letters 約了 分子有4 和分母這兩個2 又約了 所以就剩下 s乘s-a 乘s-b 乘s-c 再開方 這個T-Rolls formula的證明 在公開試是沒有問過的 但是如果你作為一個趣味數學 想了解多些 你可以再看多次 楊 對 充門 茂ư